这事发生了啥? 短道素华大魔王王蒙怎么会在颁奖现场摆出一副桀骜不逊的姿态? 丝毫没有把同在颁奖现场的韩国选手放在眼里 就连和饮食都是转头就走 是什么原因能让一向活泼开朗的大魔王做出这种不雅的动作? 原来在前两天短道素华1000米比赛中瓢升至为了赢得比赛 在过程中搞起了小动作 导致周扬被甩的出去 重重地砸到旁边的围墙上 此时的周扬已经不能起身了 更可怕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瓢升至的冰刀险些滑到周扬的脖子 随后肇事者更是起身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实在让人气愤 甚至可以用生物痛绝来形容 那选手是让你们比较生物痛绝的 大胆地说 怕可算一个吧 对对对 他要是不伸手王子滑不了精 听听王蒙对瓢升至的评价 根本不留余地 直接点名要害 不仅如此 朴升至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他是整容爱好者 每个赛季都会整容 这也导致每次比赛王蒙都要仔细观察 还能确定这次比赛的黑手在哪里 不过即使他再怎么整容 也逃不过大魔王的法眼 朴升至的形象早已是臭名远扬了 所以只要是碰上他的比赛注定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随后来到短道速华世界杯所卸战一千米四分之一决赛 此时王蒙和朴升至分到了一组 这次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比赛开始大魔王王蒙就冲到朴升至前面 随后落后的朴升至就搞起了小动作 在一个弯道的时候 朴升至的爪子又开始作祟了 直接推了王蒙一下 这一下直接把王蒙推到了最后一位 这一举动直接把大魔王惹怒了 随后开始拼命追赶 终于在最后一圈的时候追上了 并且还完成了反超 最后冲线的时候王蒙望了一眼 拉在后面的朴升至 这一个眼神简直太霸气了 不过接下来的比赛更让人解气 我们继续看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三千米接力决赛 这个项目上的金牌被韩国队垄断了16年 那么这次他们还会如愿以偿吗 比赛开始 大魔王王蒙率先出击 刚上来就占据有力位置 一棒交接时中国队暂时领先 但并没有太大优势 随后中韩两队开始交替领滑 进行一段时间后 韩国队又开始待不住了 伸出一只咸猪手一把将孙玲玲推了出去 这下孙玲玲的节奏完全被破坏了 眼看距离越来越远 随后王蒙和周扬用力追赶 但最终也无济于事 韩国教练在场外开始欢呼 运动员们身披国旗在绕场庆祝 而中国的四名运动员也迟迟没有退场 好像在等待什么 此时一名裁判来到韩国教练身前 说到你们犯规了 并进行了提醒 韩国教练听完后愤怒拍打外墙 裁判直接转身就走 原来他们的小动作被高速摄像机拍了下来 随后裁判宣布取消韩国队成绩 这一次胜利属于中国队 他们打破韩国在这个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 四名女将终于可以将中国国旗高高举起 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请长按三秒 让更多的人看到韩国队的恶劣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